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达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说说 有个国家是否需要多谢欧古战争呢 多谢交引号,这些都是不幸事件 多谢就不好了 只不过客观的一个现实 就是令某些国家 他们有大量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买石油的 这个国家我相信 不多人听过 这个国家 以前有出戏,好像是女方叫龟亚来 没记错的话 这个国家就叫龟亚那 记住一样东西,龟亚那其实是两个 有法属龟亚那和龟亚那合作共和国 这两个国家 当然这个法属龟亚那就是法国的海外领地 龟亚那合作共和国 就是 南美洲国家 南美洲其实有两个 有两个国家 应该说三个地方 不是说西班牙或者是葡萄牙语 一个就是龟亚那 没错是两个地方 应该说三个地方 因为这个法属龟亚那 都是一个海外领 海外省三个地方 龟亚那合作共和国 他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他的鄰国苏利南官方语言 就是这个是他们的土语 但是他们的土语 是来自于 荷兰语 但是 他们的土语 都是被称为 苏利南荷兰语 所以 最后他们归根到底都是荷兰语 龟亚那就说英语 法属龟亚那当然是说法文 龟亚那 它是 之前都很大获下的 之前都很大获下的 因为 经济比较差 所以曾经都是 非常地贫困 那么 今年 俄乌战争之下 他们的 经济增长 是 出乎意料地 厉害的 经济增长有多少 是115% 那么厉害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不会像赵高那样 落到去年年底的数字 这个数字 是 刚刚出来的 原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最新数字就看到 这个龟亚那 它的增速太可怕了 原来他们的GDP 是增加了 115% 当然这是股算 因为今年也未完 那么 他们就会是成为 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到2028年 就 会增长超过100%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 刚才说明 185% 是200年之前 但是今年年底的股算 就是38% 都已经很可怕 38% 那些发达国家 你加个小数点 3.8% 都不知道多开心 是不是 你看到 不要像那位 satisf that American 有这么多吗 应该 现在自己也不知道 estamos 赵高给емон控一下 从以前的股 konst 就是一肥一股 就去肥的股 这就是 坊间皇上的拿清 这个位于南美洲国家人口只有80万 到年底GDP增长是以极速速度增长38% 到了2028年就是115% 不单止IMF 就算连其他的评级机构 都是看好归雅 不过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火箭式增长 这些国家本来就很差 好像位与国际 他们也是上调了归雅纳的评级家 他们也是相当看好归雅纳 其实这家公司拉丁美洲国家风险部主任 他就说归雅纳今年实现火箭式的大增长 未来五年实质应该是有115% 那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差不多 确实的数字都要取决于 他们石油增长得多快 但是他的基建比较差 说明 也不要紧的 你有石油的话 大把公司会进驻的 这个硅雅纳呢 其实去年GDP已经是 很少人说 每个人都说印度 他印度很多倍 去年人家GDP增长62.3% 60几 记住 60几不是6.3% 全球资冠 2023年再次会成为全球资冠 预计未来三几年 这个树荣一直都在归雅纳 归雅纳的石油产量 从今年起日产量其实很低 但是他由很低变到比较低 但跟他之前来比已经是个 几何级别的跳跃了 他每天是39万桶 原油 到2027年100万桶 还有因为这个埃克森美夫 领军的集团 在他们国家 一个叫做 Statbro 的地方 是开辟新的海上油田 其实那里 预计 有 660万英某的地方 有110万亿 记住 110万亿 的石油 另外 归雅纳的非石油部门 亦都因为交通 住房人力 资本的投资 而受到大量的 提振 因为很多外国公司要进驻 所以 那里 已经是 慢慢 变成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IMF亦都说 贵雅纳 农业 和抗业 还有 采石业 表现相当良好 领先全球 那也是你60%的增长 当然是领先全球 你想想大家 想想 那些欧洲国家 1点多已经拍了手掌 0点多都很开心 0点多甚至不衰退 好像德国那样 如果0的话他也很开心 因为他有时候还很苦 你看 成哥 好像 0点3 还是0点5 英国 上个 上个月 他已经有增长 因为他本来是预计0 预计是0 当然 照顾说4点多那当然 这些数据很深 黑鲜诚哥 谁知道一看2022年的数据 你现在说你TALK 7 对 现在 但是说真的他也是被人笑 赵哥三年年尾 赵哥 这些网友都笑他 拜托你了 你干什么呀 现在是差不多到2023年年尾 他为了 说香港政府 为了骂而骂 这个也是 这么贵也难 当然 好境 当然是有 但并非无风险 原来 原本很贫穷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保持长期的增长趋势 要看政治 和油价 当然对于这些地方 有资源 其实 他们 难听说 这个世界动荡反而是赚得多钱 这个世界动荡反而是赚得多钱 是否 挺有趣的地方 当然 说回这个 龟亚拿 其实 他也是有一部分 以前有一部分 都是和荷兰 都是被荷兰统治过的 都是被荷兰统治过的 而且他们很特别 你知道龟亚拿 第一任总统 是唐人来的 就叫阿发聪 中生 中生 那么 这个龟亚拿 他们的隐忧在于什么 第一 就是 油价 第二 就是 因为这些国家南美洲 腐败问题都比较厉 第三 就是 过度依赖 单一产业 你知道他们过度依赖单产业叫什么病吗 不知道 荷兰病 荷兰病 没错 是荷兰病 为什么这么说呢 荷兰病这个术语 是一个 和自然资源还有经济发展相关的术语来的 是指 出口自然资源 导致 他们 货币汇率上升 因而工业出口减少 国内製造业 衰退的 现象 其实为什么叫荷兰病呢 虽然 他最 上指的是自然资源 现在龟亚拿 自然资源就是石油 但是 亦都指 导致其他国家货币大量流入的任何发展 包括 自然资源 价格急剧上升 外援和外国直接投资 其实这个术语 是在1977年经济学人创造的 他是描述荷兰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介绍过的 就是格罗宁根 格罗宁根曾经是全 欧 全国欧盟 因为欧洲巴文和色 全国欧盟 最大的天然气田 荷兰在1959年就发现格罗宁根 天然气田之后 其实製造业就开始衰退 因为大家都是搞 自然资源 不过这样说 其实龟亚拿 不会有这个病 因为 龟亚拿的製造业 它不衰退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好过 所以你不用担心 它就 用回自己的概念去思考 其实龟亚拿都是一向一样的 一向一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油价波动大 可能会最终回到低点 所以你就要看一看 它可不可以利用这一笔 从石油赚来的钱去多元化 经济学一下沙地亚拿一伯 沙地亚拿一伯是聪明的 现在这个王柱是非常聪明的人 当然也是经常玩叉这个世界 也经常玩叉世界 其实龟亚拿 它在1498年 由哥伦布发现龟亚拿 和它的邻近地区之后 有 就有 有英属印度 所以它也有很多印度裔人士过龟亚拿 和在欧洲移民 纷纷来到这里 之后 三个世纪这个地区 轮流由英国 荷兰和法国 是佔领的 直到19世纪 初的1814年 英国法国和荷兰三个国家 就定立了 如果戒约 龟亚拿地区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现在的龟亚拿合作共和国 就是英属龟亚拿 1961年独立就叫做龟亚拿 到了 之后 它是要 和法属龟亚拿分开 所以叫做龟亚拿合作共和国 除了 以前有英属龟亚拿 法属龟亚拿 亦有何属龟亚拿 何属龟亚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苏里南 苏里南现在很多 这些人士 有色人种来自苏里南 其实就会移民荷兰 很多踢球的 运动的 包括以前李舍加 戴维斯 他们首任总统 就是刚才说的 阿弗冲 阿弗冲 就是龟亚拿的客家人 当然说起 石油 之前 刚才我们说的沙特 他说明的 把石油减产计划延迟到今年年底 其实对于龟亚拿来说 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减 还可以赚到年底最少 当然中东六国包括沙特 重新调整石油产量的承诺 你记住他重新调整石油产量的承诺 是减产 不是减产 他的承诺是减产 你记住那六个国家 你知道他这六个国家 亦都是 大家是 同支 连在一起 包括巴林 伊拉克 科威特 阿曼 沙特阿拉伯 和阿拉伯联合入掌国 他们重新减产 不过他们现在 有个 叫做 说法 你说什么 气候变化 那不就减产 那你们说得通 他们说得通 你说要减产 你们说的 你们说不可以 我们兑现承诺 出少一些 那就可以 少一些是 瘟失气体 很贵 这个逻辑你博不了 哈哈哈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说给你 说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